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所有的家长解释网络上课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虽然疫情呢 可是过年的拜年我们还是不能少 所以我们在农历年的时候 有可能中卫学校选校的师生 来做一个线上拜年 我们的校训是感恩孝亲 所以我们也在母亲节的时候 特别制作了卡片 来谢谢所有妈妈的辛苦 在育佛节的时候 我们鼓励孩子们了解育佛节的精神 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 活蛋卡片的设计活动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孩子们的成果 五月底是我们的毕业季 所以今年的结业跟毕业典礼呢 是由我们两位学校的毕业生来担任师姨 我们希望给予所有的孩子 所有我们的学生更多的表现的舞台 在六月暑假期间 我们继续我们的三好暑期班 利用故事 唱歌 画画的方式 领导孩子们成为三好儿童 九月升学期的开始 开学典礼以及家长会 同样的将学校的理念 传递给所有的家长 以及我们的学生 这次北美人间姻缘比赛 学校共有六位学生 有四首歌来参加这次的比赛 我们要恭喜我们康敏玄 康敏玉 两姐妹唱的《天堂在哪里》 挤进了我们这次的人间姻缘的决赛 这次的佛学会考呢 我们本名的孩子们非常踊跃的报名参加 不只周六都参加 老师们准备的佛学会考课程 我们的孩子成绩更是优异 总共有十八位学生报名参加 满分整我们有多达十三位哦 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的老师们也用尽了心力 利用不同的活动 以及学习的方式 来引导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在这边也呼吁大家 我们下学期的课程 也开放报名了 还没有报名的家长 欢迎现在赶快来加入我们行列 赶快报名参加 谢谢大家